哈喽,大家好,小猪,看看多么熟悉的一个身影 我的老天,这是干啥呢 看看,都什么头目头目的 这台是一台,古亚诺 动 这一天,我只要是一来吧 他肯定得受点伤 不是磕脑袋了,就是压手了 你看你干啥呢,多么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一个未改完的车上 忽不莫害 可是呗 上来吧 你就穿短信干不行吗,非得穿这长信 你这片的片的,还想让我上去 就上来坐床上 床上 这床挺大呀 对啊 这个是特亚诺多几米的 5米5的 5米5的车,还能坐成这么大一个床 上来吧 我上去啊 有他步吗这车 并没有 一二三 哎呀 看来这台车的电还没有接完 可是这,离了算卦的 跟那个那个水电洞一样 我正在给咱们 我正在给咱们 你这干木箱活还干电工活啊 这么大回忆呢 电工也涉及到木箱 是吗 全活 还全活 对 接电 这个是咱们那个 配电箱第一次在车上使用 配电箱是那个小方块那个 对,咱们集成配电箱 哇 所有的功能全部集成在这个一个箱子里 哇 咱们这台宽哥的负电团瓦 装配完电路之后 这个箱呢 只只只利用了20% 剩下80%都没利用上 后期可以无限的往上拓展 什么功能都可以 只要是这个房车上 就是各种各样的灯光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 就直接往上接线去嘛 设备 对,直接往上接去 那成本气不是很高 这个就是你不需要的东西 也给也有了 那标准化模块化嘛 你像有的那个咱们比如拆车的时候 大家在那个自己改车 我这脚就有点不对 你应该过来 转过来 我就简单说两句接着干活的 大家在自己改车的时候 比如拆车的时候 车里面天棚里面有的插头 空的 不知道干嘛的 那就是原厂预留的插头 哪怕是低配车型 那插头也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功能上还是要健康一点 是不是 那肯定就比平时正常的那种 只安个等了 只安个啥 稍微贵点吧 不贵 还不贵 不贵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对 你可以去转一转了 然后还是你在这接着跟我闹 我都磕脑子了 就这真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说你说你 只要我来 要不然把你吓着 要不然把你磕着了 要不然肯定你得说点啥 那你来拍视频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啥 哈喽大家好 小庄 你上车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啥 我忘了 你说对 我那时候还没上车呢 哈哈 看这个中门这边还坐着一个 这个小盒还挺好看的呢 对 这个真是还挺精致 这个小盒必须得适合55多岁以上的这个车主 这种那个花型真是 我真是不大喜欢这个 哈哈 不知道车主喜不喜欢 上面这还没完成是吗 应该还有一个挡板 控制面板 是让这个 雇的木工做 就是在家雇了个木工 嗯 我还以为是那车自己做的 我还想刚想夸过他 我说你挺厉害自己还能做 结果是专业木工做的 那个里面不敢工尾啊 咱们现在这个半成品给大家 也录一个小的这个从这摇 然后拐过来 咱这跟成品也没啥区别的 不怕看细节 是吧 咱这都是 往前推 我还够不着吧 行就推一点就可以了 对一个半成品 哎呀 就是我经常说句话啥呢 比如说你要做软包 这个车里做软包 是啥工艺呢 贴一次木头板子 然后往上包这个 带海绵的皮子 有点缝的话 它咔就挤上了 但是咱们的胡人啥呢 就是严丝壳缝 嗯 这块是我们打了一点焦 因为它在里面看不到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从这个角度往里路 这个位置是盖在吊柄里 是看不到的 对而且还那么严实 它也是严丝壳缝的 对 所以说我们的工艺 并不是表面功夫 对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门子 这个内嵌是门 上下的所有缝是均匀的 门和这个柜面是一样的 嗯 你别管它好看也不好看 我们有时候做外拍 有时候做内嵌 这是让车主要求的 车主说 我喜欢这种那个 跟着柜的一瓶 然后这个小缝 留一圈自然缝 哎 就是这个感觉 但如果要是没备注的话 是不是就是平的了 没备注是外拍的 嗯 就拍出来 拍出来之后它有层次感 嗯 但是它虚虚有点 占用一厘米的空间 行不行 就采访我到此结束吧 我刚要下去你说 为啥我因为我抬不起头来 这个车一般 我只能蹲一下干活 那高可能都不到一米七 对 大魂那脑袋可能是稍微大点 嗯 个头不高脑袋大 你继续吧 完了我领朋友们看看 这两天送来的新车 对啊你看看那那几台 好几台 相当是多了 啊 这两天新送来的图亚诺 大通微酒丁 还有伊维克 还有的那个新泉顺 反正都这个大家就是耳熟能详 天天在咱们院里都能看见 给大家看看那个福顺 不是那不是福顺的 是那个伊维克这个得意 那天我跟大魂不是开着车 去把他就是送到那四代店了吗 结果就是也不是啥大问题 好像就是一个保险坏了 然后换完一个保险就好了 这车啊已经开会到咱们厂房了啊 已经安全全稳稳当当的回来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对他的一个 进一步的改装 看看那个车主说是怎么设计他这个车的啊 他这个车这个玻璃应该是那个原车的这个床吧 他是这种大巴车那样的推拉的那种 就是打开面积很大 但是这个做金刚沙碗的话好像比较难 估计车主叔叔也不要那金刚沙碗 咱都是自己想的啊 异想天开 然后这个是咱们厂房养的个小鸭鸭 他已经长大了看 唠唠屁 对你看 他挺能唠的呢 你说 咱这厂房的一天就可那个热闹了 鸡鸭恶狗猫全全有 天真 这辆台是新送来的大同位90 一个前驱车一个后驱车 现在正是在做保温指振和跑线的一个阶段啊 地板还没有铺 因为咱们这个新送来的车比较多嘛 然后地板也是一个一个个来 都别着急了 就在有紧锣密鼓的有序进行中 行了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嘛 看看咱们这个厂房的狗子多不多 好了下期再见吧 拜拜